Lise is the Pizzo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A Diary 这天前我们出门逛了一趟之后呢 今天是来到了开箱时间 今天要来去版铅笔 那还不是咧 我们今天是要去版桥的铅笔文具社 I have a pen Stationary Culture and Life 在上一次我们是来到 巷弄当中的铅笔文具社 那店里面不管是它的书写用品 还是说纸质品 以及各种的文具杂物 通通都有 店里面不是很大 但是每个角落都非常有风格 又有巧思 如果您还没有逛过的话 也欢迎您经由胜利之影片 来进入这个小世界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包 它其实不是我在铅笔文具社里面 买到的 是我在它的官网上面 找到的一个很棒的物品 大家不要看这样的感觉 好像有点杂乱 但其实是因为呢 我有把一些纸材 已经分送给朋友了 不过呢 就算我已经分送出了一部分的纸材 它看起来是这么大包 非常的物超所值 但其实会这么乱呢 是因为我已经把里面一些纸 都偷偷拿出来拍摄IG的照片 怪不得 我觉得有一些照片觉得 真的纸 很眼熟 就是从里面偷出来 然后再塞回去 乱塞 原来是这样子哦 对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 IG拍的那些拼贴作品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哦 你看它这样一大包里面 还有分这样两个手包 我们先来看里面有什么样子的素材 它在这一包里面呢 它就具备了非常多不同尺寸的纸材 那其实如果你要拼贴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说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花色 可是我要买很大一张纸 你看这样只好少一张 就很够用啦 我有个问题就是 就是如果你这一张 变错了 Made就了 变就是这个size 就只好这个size 那就只好找其他品牌的品牌 那来到书签 你看这绿色的贴 它其实应该裁这些大小是 帮你做任何的可能性吧 比如说你要 它有卡片的size 它的书签的size 然后当成素材的size 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你今天是有几个好朋友 想要一起分一些纸材的话 买一包 就真的很够啦 绰绰有余 你看它这染染的 我的天啊 好艺术感 它有红色 你看 落王之红 先前我们去逛过那个长春纸铺 它里面也有贩售像这样子的纸 只不过呢 它那个尺寸就是非常非常大张 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要买到那么大张纸材 我就只能买一张 那你看我这样子一包里面 我就有不同的颜色了 很划算 对我们这种使用比较小样的人来说的话 它是非常一个经济时会的选择啦 它其实还有第二个小包 但我看它应该和这一包的差别性没有很大 基本上它的组成一样 都是有很多不同尺寸的纸材 那它重点是 这两包的花色不太一样 所以呢 你的选择性就更多了 就拿它来举例好了 你看哦 我这一 我的第一包里面它是蓝色紫色系列的 但是到了这一包里面啊 诶 它给了我什么 桃色 这种系列的 橘黄色 对啊 所以它这一包里面 这些纸材 它就是款式有点类似 但颜色不一样 所以你会搜集这个唇面 而且这个也很漂亮 它很有材质的感觉 你很爱摸欸 对 岁月感 我还喜欢闻一下 这个味道 那最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这个大包里面有什么 它这些纸材的好漂亮 这个拿来当笔记本中间那个 飞叶 蝴蝶叶的地方 会很大 我很喜欢这个纸 它摸起来滑滑的 然后呢 你乍看接下来 觉得它很像是樱花的花瓣 可是呢 这些樱花花瓣 又很像是爱心 很有少女感 完全没发现 真的啊 有没有发现爱心的部分 哇 我个人也缺乏 这些纸妆非常有气质 刚才补足你也不可以 啊 什么 那我们来介绍的是 我到了这家实体店面 购买的产品 首先是这一个 看起来像是名片尺寸 比名片和尺寸大一点点 就是一个典牙小盒子 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这个magic box 我再开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这颜色 是不是很优雅 这里面有二十多张 材质和颜色都不相同的素材质 其实不管是要拼贴或是供应 起来收藏都赞棒 而且啊 因为它设计就是在这种小盒子里面 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文具控的好朋友聚会啊 想要带出去和大家分享的话 这种尺寸也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带出去再一次的利用 没有错 那你之前都怎么带那些小素材出门 哦 其实啊 这很有趣 我会把一些纸胶袋或者是贴纸素材啊 整理好放在一个描图纸的小袋子里面 然后呢 再拿出我们这个 平常在便利商店很常买到的这种 糖果盒 像这样子里面 就会有我们之前的一件几件的素材 它尺寸正好耶 对啊 而且你看哦 像我这样这一盒 假设说我可以放10包贴纸 或者10包纸胶袋好了 我带个两盒我就有20包 再加上这个一盒 然后就这么轻便耶 其实你这个铁盒的idea还不错 因为它又硬 然后你不会在包包里面被压坏之类的这样 而且我的纸胶袋啊 目前还没有比这个尺寸更大 它每个突然都放进去 我目前还没有放不进去的 等到如果以后有的话再 就能帮它 搬个尺寸好了 不是 就不带出门了 是这样谢谢你 谢谢你的解答 接下来我要接收的是这个 我先前就蛮常使用 没有凸纸 会拿来做我刚才说的这一个 纸胶袋的找袋子 我现在就要立刻拆给大家看 你舍不得 我拆啰 那不要拆啊 好了我拆一包 拆一包就好了 哦 好可怕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到底有多么的漂亮 你看 我的天哪 这个放在手帐里面跟你说 它气质非常的优雅 那大家会看一下 给它整续一下 看一下它的美丽的气质 我一张一张搬 大家好好的看 其实我蛮喜欢它的包装的 我觉得包装就是越简单越好 这样叫它的气质叫它 气质不凡 它是一种微微透出那种 不规则晕染水彩色的设计啊 一眼就和我的频率对上了 可是它必须要跟我回家 像是这种红啊 就很像是散发出一种花的香气 那这种冷色 就难道是在山中修行 还可以深呼吸的色系吗 我个人是有点舍不得用的 不过呢 如果它们拿来当成拼贴素材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是非常加分的东西 那其实啊 除了这三包之外呢 我还有购买这个小包的 它是圆形的 同样也是晕染的 这种 这个感觉蛮好用 就是一些点点啊 线条啊 感觉有点像是 就是一般的水彩晕染 有一种沾到咖啡的艺术感 不错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这一种水晶印章 那在铅笔文具社里面呢 有一面墙上面就摆满了 像这样子的水晶印章 结合它这个有气质的包装 我觉得真的长得很欠买的 那我们上次影片也拍到了 它们的样式还蛮多元的耶 对啊 它里面有些像是 花草啊 月份啊 还有日期 很多不同的种类 那先前呢 是因为Zoe有和我们分享过水晶印章嘛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 嗯 可以再多一点其他的应用 就先选购这个小小的气质花回来 再来是这个啦 就是转印贴纸 在铅笔文具社里面呢 它同样就和水晶印章一样 挂满了一整枪 非常多不同的花纹 那我自己啊 就很特制 我本来挑了很多种花纹 后来想说不行 先买一点回来试试看就好了 结果我选这三样 它每一款呢里面有两张 它可以转印在卡片啊 手帐啊 还有各种的纸类手工艺品上面 先前我同时也曾经给过我这样的转印贴纸 那它使用方式呢就是说 你可以先把你想要的图案解下来 把底纸和它分开之后 再把这个贴纸 贴在你想要转印的物品上面 我们接下来再拿工具把它刮刮刮刮刮 最后呢 你撕掉它上面这个透明小片 你就可以发现它印好了 最后要看到的是 集的星球贴纸 每次只要看到集的作品 我都忍不住了 而且你就是翻爆 就是大肆翻它的那个sample的本子 我超喜欢买100组回家的星球 我真的受不了 说不定到其他文具店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会再买回来 我每次会看到这个带子 这个扭皮带子 你看我两辈子 首先第一个我是一个天文太空的爱好者 只要是有星球的东西 它首先对我来说好感度就是还蛮高的 它这个水彩暈染的星球上面啊 还有烫金欸 不觉得感觉就质感非常高吗 每一张呢它放烫的发纹还不一样 而且你以为它只有大颗星球吗 没有 它还有小星球欸 小星球有个感觉很难画欸 因为有点小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 至少拥有一个固定的星球 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宇宙 嗯 小宇宙 而且你看 它还有类似这种 有点像是月象的这种呈现 如果有些人觉得像这样子烫金 可能太过华丽了 欸 没关系 它还有这种没有烫金的 很朴实版本 那你说它朴实 到底也没有 因为它的花纹还是蛮华丽的 我觉得你可以用深色的纸 然后把它贴满 然后就一个宇宙这样子 不要说它是范围宇宙啊 哈利宇宙 像这样是不是 拼出就是曹A宇宙 可以拼出我自己的曹A宇宙 很棒吧 自己人生的目标 你要拼出那个就是 A3大小 太大了吧 A5小空目前 我问你为收纸王 收纸王 收纸王 那我这边要给我那个 做一个那个黄冠 对不起 你说什么 还是我吗 文具店 文具店人 文具店 文具店人生 我 文具店 都冴着 这两周的钳笔之理 希望大家的小心脏都有被解 value 那也欢迎您在前往店里面参观之前呢 可以先到我们少圆支影片看一下 我们踍场的每一间店呢 都有值得收藏的美好哦 也欢迎您到我们的 ! 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些素材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